三个老外和我一起爬霸廊峰 耶 Let's go 虽然在很多人眼里 霸廊山主峰只不过是又一个山峰而已 但对我来说 它是对我的身体极限和意志的双重突破 在这样的瞬间里 站在咸友人踏足的地方 俯瞰整个世界 生命所持有的那种魔力感 让你难以忽视 我们半夜起床 从露营地走到4600米的压口 就是从这里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所以下面就是要做一些真的的攀岩 还有一点保护感 那个是应该说是Crux 很有意思的部分 在如此高的地方攀岩 完全打破了我和Scott的认知 为了确保我们可以应对这个挑战 我们的向导Peter和John 提前一天就对我们开始进行培训 同时间弄 我最喜欢这个游戏了 我要去拿 出来了 John在我出生前 就已经爬过8000米的高峰了 所以这次我们知道我们很有信心 有一种妈妈和孩子的感觉 按照这个路的难度 还有它的风险 我会用不同的绳索机器 很安全带你上去 4600米的快乐 我们下跌 从一个山途和到这里 我觉得值得更为了 Yeah 我想跳下去耶 咦 我们要出发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路途 看起来挺不友善的 好,我和我的男朋友,Pieter 我们两个对护 啊,我们的风是开始了 你准备吗? 准备 一飘上海的蚂蚱,走啦 啊,那是好棒 这是我们刚刚走的路 让这边过来的 我和我的乡岛 一刻也不能分割 搞法,搞法 无论和气,老百二十 都留有一十分之 你必须到你,感觉危险的 好,好 好 手头是松的 要推走 对 好,不想握手 下面有人要很小心了 好,继续走 走到那个平台 好 走不动 走不动 对 刚刚如果没有保护我,我真的会吓死的 好 有点真正的距离 对 对 超过一千米的距离 好 好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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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说实话 头两个小时,我真的感觉我可能不行了 我头一直晕 我觉得自己有可能爬不了了 但是我竟然爬上来了,我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我们四个人的组合也非常棒 现在要体验那个我等待已久的下降了 我们从来到这里 这个是最好玩的 对 经过16个小时的翻灯,我们终于下山了 六点八,快七点到六点 应该更好天黑 到了 哇 啊 啊 我快累死了 对 明天是个休息日 下个视频跟我们去看阿拉雪山吧